大家好,我是谢爱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凉拌苦瓜的做法 首先把清洗干净的苦瓜掐头去尾 然后把苦瓜从中间片开 这一步要把苦瓜一切四半 然后把苦瓜的籽去除干净 苦瓜的籽去除干净以后,把苦瓜斜刀片片 苦瓜片片是片片的不要太薄 苦瓜片片的太薄,口感不好 凉拌苦瓜是夏季这个季节非常清爽的一个小凉菜 而且去火的效果特别的好 建议在炎热的夏天多吃一些苦瓜 但是有很多人都不愿意吃苦瓜的苦味 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减少苦瓜苦味的方法 能让苦瓜的苦味更加的柔和一些 少许的红彩椒切成红椒块搭配颜色 使菜品的颜色更加的美观 把红彩椒切好以后,下面开始制作 锅中加入少许的清水 这一步要给苦瓜飞水 下入白糖时刻 给苦瓜飞水,下入白糖能缓解苦瓜的苦味 水开锅以后,下入苦瓜飞水5秒钟捞出备用 苦瓜的飞水时间不要太长 飞水时间过长,苦瓜的口感会发面 5秒钟以后,把苦瓜快速地捞出 然后给苦瓜淋冷水降温 这样能使苦瓜的颜色更加的翠绿 而且也能让苦瓜的口感更好 下入精盐一勺 下入白糖一勺 按照个人口味下入少许的香油 把所有调味料和苦瓜抓拌均匀 把调味料抓拌均匀以后即可装排 苦瓜的颜色非常的翠绿 整个菜品的出品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看看 您的点赞关注和转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